为了守护海洋部落和政府要进一步来海洋共管 封闭乡港口部落3月起成立了5人编制的实体坪水产动植物繁殖保育区巡守队 不但要进行水下清理海洋废弃渔网 也要守护清洁港口称的海岸线 不过主人反应经常因为有游客不了解 在巡守队告知之后还发生多次争执 为了避免争执发生 希望可以设置告示牌来说明区域有巡守队 请大家一起来维护海洋 为了守护海洋部落与政府进一步来海洋共管 花莲县丰冰乡港口部落3月起成立5人编制的 实体坪水产动植物繁殖保育区巡守队 不但要进行水下清理海洋废弃渔网 也将守护清洁港口村的海岸线 不过族人反应常常因为有游客不了解 在巡守队告知后曾经发生多次的争执 而为了避免争执发生 希望能够设置告示牌说明区域有巡守队 请共同维护这片海洋 他不了解有这个情况 虽然他已经有这个告示牌了 他变成就是说海业不是你们的 但是他很多的就是在媒体上 可能没有做一些广告 我们的这个地方的保护器 到底包含在哪一个区块 所以他很多游客跟百姓要玩水 或者潜水的部分他不清楚 必须我们那个巡守队还在讲解释很清楚之后呢 他又不相信 他又去网上去报 然后一直在解释解释清楚 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去把这一块 是不是弄得更早一个更好的办法去 让大家这边来观光的或者来捕鱼的干嘛的 会让他们更清楚 乡长说还是会希望整个部落的族人 以共识来整个维护这项实体坪 水产动植物繁殖保育区 因为除了五人小组巡守队来执行之外 如果整个部落动起来会更好 那是不是也要告诉他们 有这样子的一个那什么那个相关办法 那我们不能涉及到什么样的那个 那我们就有那个告知义务 再加上有那个公告栏 告示牌告诉大家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执行 港口部落未在寿户栏西口 族人有感于海里的鱼类龙虾越抓越少 不仅自发性桌大放小 海洋保育署特别拨经费 协助部落成立巡守队 进行海洋废弃物 废弃渔网的清除工作 也希望来维持渔业资源 以及环境的永续发展 记者高双双风冰箱采访报道 结果然一盒 就有双风冰箱采访报道 也有双风味